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明德大牙 随时科技的发展,手机更新的越来越快 刚刚更新的iPhone 7 Plus因为有两个后置摄像头 被人们吐槽的不要不要的 有人更是预测之后的iPhone更新中会不断的给手机添加摄像头 知道整个背面全都是摄像头,然后逼死密局恐惧症患者吗 但是苹果还没更新,谷歌就先一步把这个项目给做出来了 谷歌公司最近正式公布了自己的一项配置多种摄像头和视觉传感器的智能手机 Project Tango项目 这种手机能创建用户周围环境的三维地图 捕捉应用开发者从未接触过的数据 包括跟踪拍摄和深度传感以及实施3D剧图 而就在前几天,谷歌终于正式推出了世界上首台搭载谷歌探口项目的手机 Nano Apoop 2 正过前天后后一共安装了四个摄像头 从数量上成功碾压了iPhone 当然这么多摄像头不是让你自拍用的 而是为了更好的支持谷歌探口 有了这些摄像头配合内阵其他传感器和谷歌算法 手机能够感知自己的位置、方向与周围物体的距离 甚至它能够通过3D模型直接感应周围物体的尺寸 它可以让游戏和真实场景更自然的融合到一起 还能更好地支持VR购物 清楚地看到虚拟商品摆放在家中的效果 反正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VR体验 这似乎就是在告诉你这么多摄像头可不是白装的 好吧,我仿佛看到了iPhone10背后的无数个摄像头在向我招手 欢迎走进确实点,好吃上玩有趣多别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没事就是啦,快上车 感谢观看